传闻这部连鬼都会被瞎尿的恐怖片 竟是根据纪念和翻船案 这一真实事件改变而成 当时船上足足有17个孩子不幸云南 然而从这之后 每到夜晚小镇上就会接连发生怪事 强烈提醒该片全城高能惊悚无尿点 建议埃特你的院中好友一同观看 这天深夜 拒之怪异的梅意 将一碗备好的饭菜 摆放在了门口的木凳上 接着便惶恐不安地转身离去 然而更加诡异的是 这间饭菜上赫然立着两根筷子 而这在民间习俗中称之为倒头饭 意思就是专门喂给死人吃的 所以这间屋子一定藏有脏东西 然而到了第二天 探香回家的小雪 恰好住进了梅意的旅店 可她刚刚住进去的第一晚 就听见门外传来孩子的哭啼声 于是好奇的小雪 便寻声来到门外查看情况 可她没有注意的事 此时在她的身后紧钻出一只阿飘 正在死死地盯着她 然而怪事却并未就此停止 这天正当梅意帮小雪打扫房间时 近无一间发现了一张全家妇 可梅意见状却瞬间显得很是惊恐 而梅意听闻后 顿时脸色大变 随后便被瞎得匆匆地离开了房间 但梅意没有注意到的是 先前她放在门口的那碗岛头发 早已经空了 而另一边的小雪见状也没有多想 于是只好转头睡了过去 但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此时就在她的床下 正趴着一只脏东西 等到隔天的一早 之前一向和其善良的梅意 却突然脸色大变 不仅开始对小雪摆扳刀难 甚至还呵斥她赶紧卷铺盖走人 因此万般无奈之下 小雪也只能带着行李离开 但就在途中 她竟又看见了恐怖的一幕 只见村民们正在不断制作指援 这一幕不禁让小雪感到脊背发料 而路边一个长相英俊的帅小伙 似乎还在对着空气指手画脚 我向你们走开 我要做生意 西兰天王天 这种种离奇玄妙的怪事 使得小雪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她壮的胆子跟在了小伙的后面 可之后当她来到小伙的门外 透过窗户向内看驱使 竟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只见一个面目猙獰的小孩猛然炸起 这瞬间把小雪吓得撒腿就跑 紧接着她不顾梅姨之前的反对 索性再次回到了那间凶宅 然后躺在床上不停地瑟瑟发抖 但没过多久 恐怖的怪事便再次发生 只见小雪身后的被自尽又瞬间突起 等小雪察觉到异常后 一个披头散发的东西猛然出现 这顿时把小雪吓得慌忙大叫 可等她稍稍缓过神时 这才发现原来出现在自己面前的 只不过是一个疯癫的女人 而闻生赶来的梅姨进屋后 则赶紧解释道 女人其实是她的女儿 只不过多年前得了抑郁症 所以现在拒之十分的不正常 但当梅姨领着女儿离开时 依旧劝小雪赶紧离开 不然的话她将大祸临头